为了完整地发挥DJI RS-C2的性能,提升拍摄画面的稳定性。 在使用DJI RS-C2前,需要对俯仰轴、横滚轴、平移轴进行平衡调节。 如果DJI RS-C2没有平衡调节,会降低画面稳定性,减少电池续航时间,严重不平衡,会导致电机发热,进入电机休眠保护状态。 平衡调节的基本原则是,让相机安装在DJI RS-C2上,三个轴转动至任意角度都能保持静止,即可认为平衡调节完成。 平衡调节的顺序是,抚养轴上下调节,抚养轴前后调节,团滚轴调节,平移轴调节。 安装相机前,请摘下镜头盖,安装存储卡及相机电池。 以免平衡调节完成后,再次安装或拆卸破坏平衡状态。 安装上层快装板,安装时,注意确保上层快装板长端与相机底部平行。 拧紧上层快装板底部螺丝。 解锁安装底座锁扣,将下层快装板嵌入安装底座锁紧锁扣。 解锁下层快装板上的锁扣,将镜头固定支架安装至下层快装板。 并顶住镜头,将相机连同上层快装板,滑入下层快装板后锁紧锁扣。 打开抚养轴轴锁,使相机镜头垂直朝上。 判断相机重心朝向,如果相机镜头朝前倾斜,则表明重心朝前。 请拧松抚养轴电机轴臂旋钮后,向后移动抚养轴臂至平衡位置,拧紧抚养轴电机轴臂旋钮。 如果镜头能够垂直朝上,保持不动,表示抚养轴上下已经达到平衡。 使镜头水平朝前,手扶相机,判断相机重心朝向。 如果镜头向下倾斜,则表示相机重心靠前,请向后移动相机至平衡位置。 锁紧安装底座上的快装板锁扣。 若相机在向上或向下倾斜45度,能够保持静止。 表明,抚养轴已调节平衡。 打开横滚轴轴锁,拧松横滚轴轴臂旋钮。 手扶固定横滚轴电机,判断相机重心朝向。 如果横滚轴左端向下倾斜,则表明重心靠左。 请向右移动横滚轴轴臂至平衡位置。 如果横滚轴右端向下倾斜,则表明重心靠右。 请向左移动横滚轴轴臂至平衡位置。 锁紧横滚轴轴臂旋钮。 若横滚轴能保持水平不动,表示已调节平衡。 锁定轴锁。 打开平衣轴轴锁。 拧松平衣轴轴臂旋钮。 握紧云台手柄,使云台向前倾斜。 手扶固定平衣轴轴臂,使其与身体保持水平。 判断轴臂重心位置。 如果重心靠左,则需要向右移动轴臂至平衡位置。 如果重心靠右,则需要将轴臂向左移动至平衡位置。 锁紧平衣轴轴臂旋钮。 如果云台处于任意角度都能稳定停留,表示已调节平衡。 锁定轴锁。 感谢观看。